鲍国寺是峨眉山最古老的寺庙 从大门的匾额上就可以了解 它从最早的道教仙山到后来的佛教名山 一直演变到现在的道佛共存 所以里面供奉的不仅有佛教的菩萨 还有道教的创始人 从鲍国寺的大门进去 第一个大殿就是米勒宝殿了